主料,黄瓜100克,木耳30克,黄花20克,鸡蛋一个,灌面100克,主料,葱,姜,蒜,踏脚,肉片,水淀粉,芝麻油,香菜,酱油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锅炉中放少量油,入少许肥猪肉煸炒,当肥猪肉完全变成黄翠时,加入瘦肉。 当肉片熟食,加八角,葱,姜,蒜泡香,加入黄瓜片翻炒,当黄瓜出香味时,加入套法好的黄花,木耳,水,酱油,盐大火烧开,先供入水淀粉,煮最后再打入蛋液,最后加香菜,芝麻油,调味,面条在锅中煮熟了出,加入做好的卤汤,调味即可食用,烹饪技巧。 一,个人认为,这汤中的八角,蒜片,黄瓜,酱油是这乳汤中的灵魂,不可缺,二在做汤的同时,另一个锅可通食煮面,快节省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